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期这伙的歌 当搜这首《倾我说谢谢你》 琅琅上口的旋律 正能量有简单的歌词 加上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大力传播 致其成为一首快智人口的红歌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 这样一首正能量的歌曲 却因为一些事情而身陷愉睿风波 在三年后的境迁成为万恶之源 已经比网友们列入反感曲目 这首歌成功从洗脑神曲变成钉身污染 更可怕的是 它还有各种外语版本 网友们连外国人也不想放过 尤其是新啊 第一天 你是从哪首歌认识我的 请我说谢谢你 原唱是李辛荣 在这首歌之前 他的你看起来真好看 也很洗脑 可以说李辛荣 是一个新时代同歌专业 请我说谢谢你 演细了他的特点 简单的玄日 前美的童声 直白的歌词 非常的抓耳重情 舞蹈同行满满 歌曲中所温寒的 简单的感恩之情 特别适用于各种教育场合 这首歌更是对抗议人员 表达感谢的常见曲目之一 早在怡婷初期开始 有些小孩就为抗议人员 叫请我说谢谢你 场景可爱温馨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 必满道了 但进入2022年 情况完全变了 身穿白色防护服的大白们 为无数人做核酸 其中的辛苦劳累难以想象 如此情况下 有些家长指使孩子 在做完核酸后 不立马离开 而是为大白跳了一段 请我说谢谢你 家长操除手机拍摄 后还要把拍摄到的视频 发到网上 家长的动机和目的 明显是在炫瓦 后来跟风的人更是越来越多 他们为了流量和博人眼球 做这种表演地形炒作和作秀 网友们谈到请我说谢谢你 都有一种鄙视的感觉 显然这不是原唱作者想要看到的 对此原唱家庭在网上发布视频 向公众斗现 表示没想到这首歌 会带来如此大的负面影响 李欣荣父亲表示 这首歌本意以孩子的视角 向恩师家长表达感谢的歌曲 让孩子从小懂得感恩 很多网友认为作者本身没有错 也不需要道歉 使滥用这首歌的人的过错 不关歌和原创的事 确实如此 小伙伴有什么想法 欢迎到评论区里面交流 喜欢的小伙伴点赞 转发小关注 好了 咱们下期再见